會身體目前會比較沉屈的原因是因為它腸的張力比較長 然後再來是因為就是臥床長期臥床的關係 所以它軀幹彎曲的部分會比較用力一點 但相對起來它伸直的肌力比較不夠 然後我們可以做的是像讓它比較放鬆一點的動作 比方說像是在它側躺的時候 稍微幫它輕輕的搖動一下它的身體 搖動 輕輕的搖動 對 但是我們必須要有支撐 所以可以再做一個枕頭 再一個枕頭 好 來 然後稍微輕輕的幫它搖動一下它的身體 搖動身體 好 就這樣搖嗎 對 我們可以針斷 搖動你就扶著它的肩膀 扶著肩膀 對 是輕輕的搖動它的肩膀 對 是輕輕的搖動它的肩膀 對 但是速度要動慢 速度要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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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速度要慢一點 對 它是輕輕的搖動的肩膀 對 它是輕輕的搖動的肩膀 對 它是輕輕的搖動的肩膀 對 然後手這樣動 對 然後手這樣動 就是做完之後它的腳也會稍微鬆 放鬆一點 這樣就會鬆一點 這樣就會鬆一點啊 然後它就比較 尤其是它移位前 就是要做關節運動的情況 先讓它有慢慢的被活動的感覺 哦 然後一下子幫它一下拉一下彎 一下拉一下彎 一下彎一下彎一下彎 先等於做個暖身這樣子 哦 哦 你說我們在床上跟它做關節運動之前 先按著它的那個手 然後這樣 嗯 嗯 있지 來